大家好我是ROCK哥 明天7月19日 DSE就放榜了 不知道大家準備好了嗎 我問準備好了嗎 不是說大家心理上準備好了嗎 那些心靈雞湯講經那些留在最後 現在先講正經的東西 是講你有沒有準備好要準備的東西 你有沒有準備好你明天所需要的文件 甚至是所需要的一些衣服 還有放完榜之後 有什麼行動你可以做到的呢 我待會就會講完 首先講講放榜的流程 以及放榜後馬上要做的東西 如果你是普通的日校學生 放榜很簡單 你回到學校老師遞份東西給你 你打開就放榜了 但當你收到成績表之後 無論如何都好 一定要保持冷靜 你開心入口不開心入口 因為收到成績表之後 你就要準備下一步行動 無論你對自己多有信心 你都應該準備一個Plan B 就是要去不同的專上學院購門 如果你要去購門的話 你就要準備好以下的文件 分別就是身份證的證負本 DSE的證負本 中四至中六的證負本 OLE的證負本 OLE就是Otherland Experience 你參考過什麼比賽 有什麼證書 有什麼活動的證明 然後SLP的證負本 就是你自己作的那份 學生學習概念 然後帶問他 至少你帶筆 一些推薦信 一般來說都是來自你學校的 最後就是現金 一般來講報名費 就是百多元左右 但如果你即日去購門 面試成功的話 你要付一流委費 那流委費高質 是可以去到兩千元 大家就自己上網搜尋 自己讀科學要付多少錢 那副本 你就最好準備多幾份 因為你未必只去一間專屬學院 溝門 因為有些專屬學院 是可以即場面試的 那沒理由你去到 報名又不面試的 所以最好是準備了所有東西 包括你的衣服 那這些大學大專面試的 Dressing code 一般就是兩種 Smart Casual 還有Formal 當然要配合你去面試的一科是什麼 那首先講講Smart Casual 其實Smart Casual的定義很適合的 但是都是那句 配合你想讀的科 例如社會科學 語文 理學院 又或者傳理等等 都應該好像我這樣 穿得斯文得體 簡約整潔 不需要太隆重 穿西裝外套 然後如果你讀科是一些藝術性的 例如設計的 Multimedia 那你就可以像我那樣 都要穿得整齊 整潔的 但是 都可以凝聚一點 潮一點 但是都要尊重場合 所以不要穿短褲 尤其是女生 不要以為你秀腳出來有用 除非我是內衣的那個 為什麼有用 但是現實不是 所以 尊重 尊重 最後就是Formal Dressing 適用於一些比較正經的科目 例如法律 政治 管理 酒店 金融 工商管理等等 既然是Formal Dressing 就要穿整套去 不要不打胎 打胎又不穿西裝外套 這些不好的 你穿得 就穿整套 還有顏色方面 最好沉實一些 你不要穿到好像以為自己是富豪 還有 講一講頭髮 很多人考慮完DSC 因為覺得考慮完DSC 就不用上學了 就去掩到頭髮 髮 但是去面試 如果你的頭髮 髮 髮 除非你讀科去設計 你想想 你讀科 你是想做律師的 你走進去的頭髮 綠色 青色 Tyson Yoshi 這麼帥 很違和 最好 先弄一下頭髮 好了 搬完扣毛了 放完榜之後 還有什麼行動可以做的呢 就是 你可以根據你的成績 去修改你的Drupus 的課程選擇 我自己覺得 其實最重要是改你A1 到A3的選擇 簡單來說 A1就是搏一搏 A2就是穩陣 A3就是好冷酬穩陣 何謂搏一搏 何謂穩陣呢 其實我的做法 就是用你現在的分數 對比上年的收身分數 上年Drupus的收身分數 在哪裡看呢 你可以去Drupus的網站 又或者去說明欄的連結 我都知道大家很難的了 好 何謂搏一搏的分數呢 就是你現在的分數 對比上去年的收身分數 你是撐到低1分的 低2分就很難搏 然後A2 穩陣的就是你的分數 和Median很相近的 最後就是很難穩陣 就是你現在得到的分數 和你想報的Median 是相近 甚至低1分都可以的 不要低太多 因為會浪費你的DSE成績 但其實這些都是參考的 因為我們是用上年的收身分數去對比 那有機會今年高些 有機會今年低些 所以我就說A1 搏一搏 A2 穩陣一點 A3 就很穩陣的 這樣呢 多數就可以確保你入到 你最想讀的三科 其實我這個策略 我有信心說是真的萬無一失的 但如果大家是要 真的很想搏進去的 那大家可以A1 搏一搏 A2 擺一個是你撕掉的Lower Quartal A3 才擺一個 你的分數和Median同一分的 都可以的 還有一點大家要注意 每一分它的計分標準都不同 所以就要留意你的科是怎樣計算的 因為有些可能英文計得步 然後數學計得步 諸如此類的 那就留意了 然後第三個行動可以做的 就是Apple你的分數 如果你覺得某一科的成績和你預期 是差距太大的話 你可以選擇Apple的 Apple的成本只是錢的 你不會因為Apple之後低分了 因為效果評局 會選擇比較高的分去成為你的分 所以你是不會降低的 然後第四個可以選擇的行動 就是你選擇去retake 那有些什麼人是很適合選擇retake的呢 就是可能你的分數本身也不低的 只是有一科炒了 就例如英文又或者中文 容易了 那我覺得你是可以去retake的 又或者你是有信心 下一年你又可以 爆洩 升五分升十分的 那你都可以做的 那如果你只想retake一兩科的話 我自己有一個比較保險的做法 給你 你retake一兩科而已 其實用的時間不是太多的 所以其實最保險的 你也可以報定一些 你本身已經想讀的科 的hi deep 或者asso去讀的 那萬一下年你retake又炒了的 那起碼你也不用花一年時間 你都已經在讀hi deep 或者asso了 然後我再講一講hi deep 和asso的分別 其實兩種分別就是hi deep 是比較搞一些失用性的知識 它是讓你讀完之後 直接出來做事的 那有沒有升上大學呢 都有 但是比你升上大學的quoter 是會少一些的 而asso讀的東西 就會比較像大學科性 比較像一些書本上的知識 還有如果你讀asso的話 升上大學的quoter會比較多一些 那hi deep asso沒有誰好些誰差些的 那只是取決於你 之後想走的路是怎樣的 那其實有一個 最奇怪的道路去進入你想讀的一科 就是首先 你先進入了這間大學 然後你在第二年再轉科 但是這個困難度是極高 所以我是不推薦大家這樣做的 那最後就講講一點驚 那如果你考得好的 那你收拾吧 你是不需要聽這些東西的 主要是給一些失手的朋友而已 那老實說的 dse多少人失手 大難把 多少人考得差 大難把 是不會死的 如果你很有心想讀大學的話 即使你考過是很懶惰的 你最後是讀一些最差的東西 到最後你還是有機會上大學的 因為大學科目的選擇 不僅是Drupus裡面的 有一些是自知的科目 大家都可以選擇的 你考得差 或者你條路會崎嶇一點點 但是不代表走不到的 還有是有機會 你大學或者大專讀的科 跟你將來做的東西是完全不同 都有機會的 除非你是想成為專業人士 一定要讀某些科目才可以做到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都真的不是很大所謂的 我自己覺得大學或者大專的 那幾年時間 很主要的就是 讓你去找自己真正想走的路 因為很老實說 17、18歲、19歲 其實很多人仍然不知自己想怎樣 所以大學大專這段時期 就是讓大家尋找自我的最後機會 大家要好好把握這幾年的時間 體驗多些不同的東西 試多些不同的東西 不一定要讀死書的 我自己分享一下 我考考DSE和放崗的經驗 我DSE的分數不是超好 但也不是很差 是45455的成績 我當時就隨便入了BBA 即是工商管理 因為覺得沒所謂 出路大 而且我當時就想著 隨便考過大學學位 然後去做消防隊長 然後因為他發音一日放兩日 那兩天時間 我就全心去做音樂 因為當時我很喜歡玩音樂 我是一個小樂隊 但到最後為什麼去拍Youtube 就是因為我讀大學未畢業的時候 所以就去拍Youtube 然後我就繼續拍Youtube 我在大學這幾年最大的得著 就是認識到一些不同的朋友 參加一些不同的活動 以及去交換 開闊了我的眼界 我覺得大家如果讀大學的話 都非常值得去交換 然後有些人說大學成績 無所謂 交讀都可以 我真的聽了這件事情 我真的去交讀 我的GPA 最後只有兩點多 雖然我是入了Dean List 你當成績最強勁的List 我是有一個 semester 入了Dean List 但整體來說大學這幾年 我都是交讀 有課就去走 我寧願做健身也不想去上課 但這樣是不是好呢 也未必好 但我是昂貴的 成績也有點重要 因為大學畢業之後 那些interview 看你也是看著分成績 另外我再分享一下 我幾位好兄弟的故事 他絕對是一個真男人 在中學 他讀Band 3學校 他是極壞的學生 然後DSE當然是極了 最後他會讀Ivy 但在讀Ivy一段時間 他就知道自己人生 不可以再這麼妄疚 因為當你去到十九二十歲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擔心 你三十歲四十歲的時候 會怎樣呢 所以他就發奮 他最後是由Ivy 轉組入City讀的 所以我想說的就是 你這一刻的成績 不代表甚麼 你考得差也不代表甚麼 你只要有心 你是真男人 就甚麼都做到 甚麼都有機會 你不需要灰心 你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 就是看前 想遠一點 想三十歲之後的事情 你就知道你的路怎麼走 就像我的好兄弟一樣 Band 3 懶兒一個 讀Ivy Ivy 一個 但最後他都可以回到City 而且現在他的工作 是一個不錯的工作 收入也不錯 所以現在漏一漏 沒事的 起翻身繼續走 好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訂閱 如果不喜歡我的表情 我們下次再見 Good luck Good luck Good luck